- 欢迎来到Y.A.Diary - 我来帮我们唱一文具展啦 - 今天展览真的很多人耶 - 各大厂商还有指教袋们 - 实在是各种的吸睛 - 这一回厂商没有到文具展来摆实体的摊位 - 但是有租摊位来展示文具 - 而香菇孔笔记本一开始是文具控好朋友确评跟我们分享的 - 利用这个圆圈圈放到这一种有打动的纸张中间 - 就可以完成固定 - 但如果你不喜欢业者的贩售内液 - 也可以使用他们的香菇孔打动器 - 在自己喜欢的纸张上面打孔来使用 - 这边首先看到这一款写起来算是滑顺 - 纸质摸起来很舒服的高级笔记本 - 再来如果大家很常在开箱包裹的话 - 可以看一下这个使用的产品 - 它的刀这个怎么用 -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 它可以直接这样打开就可以用 - 然后底下的部分的话是 - 其实比如像你可能插完包裹那个个子 - 你可以直接这样滚过去 - 这一款开箱刀个人资料保护章 - 据说墨水已经是有改善了 - 不但可以使用在普通的纸张上面 - 在光滑的平面也一样可以运用 -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验证一下好不好用哦 - 好来看这里 - 这一包福袋 - 里面会有小本本 - 花边带拉这一些东西 - 重点当然还是这一个可爱的小提袋 - 逛整场的时候啊 - 我发现到这个简约派的文具 - 你看它的颜色挑选很有质感 - 这个六件套有不同尺寸的文具盒 - 它可以随意的摆放堆叠 - 它们还有同款的笔筒 - 所以我选了这个来试试 - 那对我来说 - 文具展的重点中的重点 - 就是纸胶带还有设计品牌区 - 不过呢 - 因为今年人潮还不少 - 所以很多品牌都挤了超多人 - 非常难挤进去 - 诶 今年飘梯亚出的这一款 - 燕狼 - 是美男子诶 - 这一款可以和之前出的家人 - 或他自己一卷就可以凑成 - 很好看很养眼的CP - 好那其他品牌 - 我们在后面的开箱再一起来看吧 - 如果是你站在着用的 - 再会看看 - 真是尝尖 - 还好看 - 这一个你想也好看 - 这一位呢 -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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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 我放了一圈 差不多了 我的家戰利品大概有這一些內容 我們就再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到底買一些什麼東西吧 好的 打上來吃吧 來進行我們的開箱環節 首先 這次我買了前面有看到的筆筒 它其實在各大文具店都已經有看過了 這次想說買一個來試試看好不好擺 那嘗試過後 我應該是會讓它躺著來擺放 這對我來說可能會比較順手 好 繼續是 我其實有一陣子沒有買筆了 這次就入手一下三款的限定色 因為現場它是可以一隻一隻單隻來買的 不用一次買它配好的三隻 那它長相很乾淨 文青的它們呢 寫起來怎麼樣 好 我們試一下顏色 這樣看起來顏色的飽和度 像中間這個偏綠色系的 它是比較低的 但寫起來也是順手順手 紙膠袋和小霧的系列 我們先來看整卷的 這一回因為有去做蓬蓬小卡 使用了很多莫然一色的絕美皇室貴族 所以我就買啦 蓬蓬小卡富翁就是我囉 再來 我在大年的攤位 有看到很多紙膠袋的種類介紹 而且還有平常我比較不常看見的紙膠袋品牌 所以趕快買一個天空 買一個水波紋 以後要嘗試造景卡片 就可以有更多的素材使用 還有這邊是樂意以及我有買的分裝 這一次是買樂意的平貼卡 因為先前這一款很好用 厚度也很夠 結果已經快要使用完了 所以算是以平貼空空廠的姿態 再次回購 但這一回我買的是新款 它這一套有八款邊框 六種紙材 一共是有48張 它旁邊這種很貴氣的框線 還有色系的搭配起來 非常的高級 那分裝系列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第一款萬物級 這一款延續了先前出的框框 不過顏色更加的淡雅又可愛一點 而且它有設置歌型 所以使用上也很方便 旁邊的框框也可以剪下來使用 完美的物盡其用 那這一款是樂意很常見的植物枝葉 在花朵的部分是星星 我覺得它是一個充滿美好想像的設計 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文字非常浪漫 字體很氣質又美麗 它和星空宇宙元素搭配起來 非常有Fu 這個是滿天星耶 我看到這一款 立刻想要在心裡面 對它有很多的想像 湊成花束 或者是讓它像是鴨花一樣貼在手上上面 我的天哪 這應該是很好看耶 再來是飄提亞的燕狼 長髮美男子們真是太絕美了 古風氣質 外加這種微風吹拂過的感覺 還搭配一些高冷的植物們 肯定是要和古風妹子 或是他們自己就可以來一波CP的搭配啊 這種小貼紙的筆觸啊 很有文藝氣質 而且顏色也是這種淡淡的 很可愛很療癒的感覺 那再來大家看到這一些明信片 我覺得有一種好像被呵護的樣子 非常的喜歡 也可以先給大家認識一下喔 以上是這一次熱鬧的創意文具展 沒想到人潮依然是洶湧啊 不過我還是有收穫到最喜歡的紙膠袋們 和一些實用文具喔 歡迎和我們來分享你們的戰利品喔 也別忘了關注我們的IG 每個準時收看YA Diary吧 下次見囉 掰掰